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我家园 欢迎收看8月14号 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推广绿色交通运输 台中市政府是积极的 推动公车太旧换新 而交通局表示 从2010年至今累计以 态换超过有840辆的老旧公车 而这公车的平均车领呢 更是由2008年的8.2年 降到了目前的4.8年 也是6度当中车龄最低的 也承诺将会持续的 来争取中间的补助 来减轻业者的购车负担 竟然有效降低逝去公车的 废弃排放 放下无障碍斜坡板 低底盘的设计 婴儿车轻松就能上公车 为响应低碳运输 和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 交通局将持续鼓励 科运业者泰换老旧公车 并以低地板公车和电动公车优先 并且积极争取中央补助 减轻业者购车负担 所以我们台中市政府 在民国99年开始 我们就协助科运业者 来向中央争取购车补助 那进行太久换新 那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泰换了大概840辆的公车 那我们整个车龄从10年前的8.2年 然后降到目前的4.8年 那在六都来讲是算最低的 旧式公车大多为阶梯式大客车 对婴幼儿车行动不便和长者较不友善 目前公车太旧购置以低地板公车为主 而且车外接装设LED路线显示器 更有近80%的路线配置 无障碍车辆服务 大幅提升市民搭车时的安全和便利性 就有这个板子比较好 因为一般是要 有时候它比较高就要用卡 有的是有稍微低一点 就可以前轮先上 电动公车的部分 我们在104年初的时候 大概只有14辆而已 那我们这几年也积极地鼓励 客运业者来购买这个电动公车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5辆 那成长了5倍以上 那我们到年底呢 我们预计会再增加65辆 也就是说会年底的时候会来到150辆 那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 交通局表示 目前台中市1374辆公车中 平均车龄为4.8年 是六都车龄最低 未来将持续协调科运业者 胎换老旧柴油公车为电动公车 107年底 150辆电动公车的目标 渴望达成 记者杨宗桓 台中采访不到